你为啥男的不延上家境 就是要男的赚钱养家 你知道吗 你就好好在家待着 我到时候养你 天天有新花样 牛排 这学会做个啥也挺骄傲的 看你 看我干啥的 你是不是闻着腕来的 一路秀过来的 刚才在床上躺着 闻到腕过来了 你看我背不背你 我第一次见我看着时间的 每一面翻两分钟 我看网友评论说 咱俩把咱们活着说的 从一个公主 逼成了一个米其林五星级大厨 那为啥叫米其林啊 你讲好了吗 你坚持不出来呢 没文化最可怕 看咱们第一次做牛排 尝一尝 尝一口 我再吃鸡排去 行 你给鱼饼你俩吃完 我煎鸡排 味道怎么样 刚才你们煎牛排的时候 我看新闻 那叫啥 北京生育假 有30天延长至60天 这意味着什么猫哥 这意味着北京的产假 有之前的128天 延长至158天 我平平无故的 多了30天产假 去哪天的谣言 怎么可能给你延长一个月 新闻 热搜尔 你看呀 你确定 你别忽悠大家 我没忽悠你 那男的呢 还是15天 凭啥 为啥男的不给延长 对呀 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虽然我觉得这个事是一个喜事啊 其实对孕妈和宝妈来说是一个挺开心的事 当然是喜事 不过有个事你倒啥嘛 你倒为啥延长 这肯定政府是想的那个啥 提高生育率 什么三胎都出来了嘛 让你有充足的时间 哎 这牛排挺好吃的哈 但是这件事并不好你知道吗 喜忧餐吧 这说明了啥 这政府就想让我们生孩子 生孩子 生孩子 还开放三孩政策 那我们以后女性怎么就业啊 这不职场歧视吗 我们放158天 你们也应该放158天 对呀 带孩子 让你们体验体验 带孩子有多辛苦 是啊 现在当母亲的多辛苦 选择你们老上班 下班回来之后 然后看着我们带孩子 飘飘的来一句 你不就在家带个孩子吗 又不上班 有啥累的难的 是吧 你放心 我不会那样的 虽然我还是挺开心的啊 因为我赶上了 像我同事呢 高兴完产假的都没赶上 伙姐 停停停 我就想问一下 咱妈是接了两个牛排吧 嗯 是一人一个吧 嗯 你这是不转移我注意力 和这把两个牛排都吃完了 猫哥你啥意思 我去产假你不高兴啊 我我倒是挺高兴 我是不高兴 我这牛排 你看你这 那你有啥想法吗 你说两嘴 这种就是表面上 他政策是为了女性好 嗯 但是在广大女性同胞们的眼里 嗯 可能就想得更深了一点 嗯 就想到自己利益嘛 可能就并不在乎 这延长这一五月的假期 嗯 更在乎的是以后 人家女性也有职业规划吧 嗯 这不耽误事嘛 就适当适当 延长一下男性同胞们的假期啊 那你你这样吧 回头我修产假 你给你领导说 跟我平起平坐 你说我咋在背你呢 你说我 咋这时候 你说我咋没想起来戴个手套啊 你看我这手好碰嘞 我一会给你摸着后门锁 哎 借着油了 你说我都笨死了 我跟你说 我这产假突然从128天 变成158天了 躲了30天 哟 谁给你做的啊 我呀 领导给你做的 我呀 领导肯定不高兴 已经法定了 就是 有一个政策了 嗯 你哪个乖好 过年才放7天 你想想 那多好啊 各家带带孩子 各家陪陪孩子多好啊 嗯 他给你放了一年才好 代行工作 还有工资啊 还不用上班 多好啊 咋妈想的简单 嗯 那生了一个孩子放一年假 那以后是公司还招女的吧 到那之后问你生孩子了吗 没有呢 有生孩子计划吗 有 滚 等我产假一结束 回公司第一天 你开了 我法庚啥不 应该给你放到小孩 那小孩会跑了 不用买到厕所了 还是咱妈想的开 咱妈就是能积极 效应国家的政策 知道吗 哎 你没放到那个小孩 啥时候不吃奶了 会跑了 吃那个 可以吃这个 咱们住的这饭了 最好了 那开公司 不得配死啊 那还有国家管 不得管他呢 嗯 那放十年才得 不能跟咱妈聊这个话题 咱妈想的太片面 你要是做任何事 有咱妈这心态 你就没有任何烦恼 你知道吗 我知道了 放假就放假 你放两个月 你在家待着就行了 人家国家有政策 就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你为啥男的不延上家境 就是要男的赚钱养家 你知道吗 你就好好在家待着 我到时候养你 你养我 你拿你那千八百块养我 能养你放心吧 我跟着你喝西北风吧 我饿不住你 你让它宝贝 你让它香 你喝水 你喝水 你喝水